看到梦露大楼 来照片再来一下 石方姐说啊 男性朋友听仔细咯 巧得呢我前线百分百 男性观众朋友特别多 所以请问一下 哪里不一样了 对啊 她这个设计师里面来讲说 她就是要设计出来 她这个建筑物上面 她能够去当 永远的男性观众朋友们 心中的女神建筑 怎么看呢 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来看 我说玛丽莲的木屋最有名的呢 它就是胸是胸 臀部是臀部 该有的都有了 该大的也都大了 对不对 那你来看看 它这个所谓这两座 玛丽莲的木屋 我们说称之为梦露大楼 有没有臀 在哪里 臀呢 突出来的啊 石方姐上来画一下 建筑物看得出臀跟胸吗 还有弧线耶 有没有 这是 所以前凸后翘 对 前凸后翘 而且它这个有名的部分 我为什么说 我个人并不是很喜欢啊 可能我不是男性观众 但是呢 它的中间里面它很难 它如何做出这个立体的曲线 曲线 很难吧 你知道这个曲线上面是高达几度吗 两百零九 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们知道一圈是一百八十嘛 一百八 整个过来三百六 它是两百零九 所以你看到它的曲线上面来讲 你这样看 臀部 这边看 臀部 我懂意思了 怎么看 你都可以看到它的身材 所以就算站在鼠方姐那个位置 这个侧面看出来 它也是有曲线 都是有曲线 所以我说它是两百零九度的 它没有办法三百六十度嘛 所以两百零九度的回旋 好厉害 它是个玩曲型的一个建筑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中 就是你用任何的一个角度 不管你怎么拍 你都可以拍到 整个玛丽联盟路的身材 所以这就是这个大楼上面的厉害之所在 因为你有时候我们拍照片 或是拍建筑 你会正面拍 侧面拍 但是你正面侧面的图形出来不一样 但是如果是以梦露大楼而言 你怎么拍 都是拍出一个很好的身材 好赞 所以它这厉害的地方是在这边 那它两栋 它说是六十层楼高 这是号称 其实是五十几而已 那就它号称是六十层楼高 那我们就说 我刚才这个部分 我已经行动给大家听了 臀部 而且它这个臀部你要看清楚 如果观众朋友不知道 它这个是翘出来的 这个弧线是这样子弯出来的 这样子哦 因为我们说 玛丽联盟路有个广告上面来讲 是很有名 就是它站在那个排水口前面 然后热气这样喷出来 它的裙子就飞起来 它的动作是不是这样 是是是 屁股翘起来 薯芳姐今天应该要穿裙子 对 我很想 好 感谢薯芳姐了 总共九大全世界的指标性的地标 刚刚包括了我们台中的歌剧院 已经有四个地标了 还有五个 我们看一下五个先帮您扫过了 五个还有刚刚提到的路易威登创作基金会 法国还有一个灯塔大楼 法国就近榜三个了 还有海卫星号 西班牙的国际博览会场的桥梁 墨西哥的风潮大楼 五个指标 我们现在看这路易威登鼎鼎鼎有名的LV LV LV集团的 那这个楼其实大概耗资刚才我们讲台中歌剧院是五年 这个多一倍十年 一个建筑案盖十年 耗资一亿2700万美元打造耗时十年 在今年开幕 那它外形像一个白色建权很美 这个符合它一个精品 LV集团大家都知道嘛 它跟薛尼斯就是在XO这个集团 事实上是同一个集团 所以它的这个整个一个集团来讲就是有钱 这个集团其实是 我刚刚讲苹果是这个资产是1027对不对 它的它的资产是400多亿是欧元 所以不会小也很大 这个整个集团 所以这个是一个法国一个很美很美的一个建筑物 那这个位于在巴黎市里面 这布隆尼森林公园里面 公园里面 所以在公园里面来讲有这么美的一个传型建筑物 这也是一个很很有名的这个地标 它的这个地标的特色是在哪里 我刚刚看它那个建案盖10年 哇 这种建案的外观 它所诉求的是一个玻璃帷幕之美 还有不规则的一个建筑物 这个是它的一个建筑物 所以它入选了 光照啦 还有包括外观 全部都是很美的 对对对 而且好之不菲 那再来来讲的话也是法国灯塔大楼 它的最重要的地方各位注意 它那个形状有点类似像我们的 好像帆船塔没有形状对不对 有没有看到瘦瘦瘦瘦瘦瘦 有一个曲线这个地方有没有 那它的特色在哪里 我跟各位快速介绍 它它耗资8亿欧元 那一样是由这个普利兹克的建筑物 讲的一个得主叫汤梅恩打造的 在2005年打造的 那它的建筑物 它就像一个主台 我们刚刚谈到很重点 好 最有名在哪里 来看最后一个 就是它顶端有一个锋利发电机 直接踩在电管 直接踩在楼上 就是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 绿色建筑 对 没有错 赞哦 太有名了 所以它集合了几何之美 它集合了这个绿色建筑 所以这个也入选为这个 这个叫优良建筑 指标性的这个建筑 那再来我们再往下看下去 海卫星号 那这个事实上来讲是有点类似像是一个所谓海上的一个建筑物 它是一个浮动在海上的一个所谓建筑物也好 或是一个科学研究船也好 它的一个重点是 它在水上的整个高度有51公尺 可是它水面上只有20公尺 水面下你看不见了 有31公尺 所以水面下比较长 是因为它要做科学研究 海洋研究用 对 还有就是 当然你浮在水面上 你重心在下面 这个是比较合理的事情 稳一点 对 好 那它额外机械手臂 请注意哦 可以下探到海面下 600公尺 也就是说它的机械手臂 比它的一个高度整整多了多少 各位可以算算看 12倍 12倍的一个机械手臂 可以探测到600公尺一个深度 它根本就是可以透过它 去探看海洋世界的 对 没有错 哇 赞 对 所以这海外星号 也变成是一个非常非常的 一个特殊的一个装置 那西班牙的一个国际博览会桥梁 当然它的国际博览会的一个部分来讲 我们可以看到说 它是一个所谓横跨 一个类似像桥梁的建筑物 那整个一个建筑梁 就是类似在一个桥梁上面 所以它是在一个横跨 你看有没有看见 它是在俄波罗河的一个桥梁上面 那它是以四个搭接巨型的 菱形的这个切面 把左右两边两岸 它的一个两岸跨的一个地方 分别是85公尺跟185公尺 所以这是一个蛮特别的 桥梁式的一个建筑物 可是我觉得这些都很特别 我觉得最特别是下一个 墨西哥建筑物 各位 我先跟各位讲 为什么 各位 如果你要用一个形状 去做一个所谓储存量最多的 你认为是四角形 长方形还是圆形 我告诉大家 如果你最有效率的一个表面积 来做出储存量最大 是六角形 为什么啊 连达尔文 16世纪的这个生物学达尔文 他都讲说 蜂巢是一个上帝赐给蜜蜂的一个奇妙的一个智慧 因为蜂巢本身是六角形的 每一个六角形它界面是120度 那整个蜂巢来讲它的底面积来是稍微突出的 可是来讲整个六角形的建筑可以创造出最大的储存空间 蜜蜂不需要任何的一个精密计算 所以蜂巢是在整个几何设计里面可以说是怎么样 用最有限材料去创造出最大空间的一个设计 所以墨西哥的这个建筑量 它就施法密封蜂巢的一个效果 你可以看到说它的一个楼层面它是怎么样 比如说一到四楼是商业空间嘛 那整个一个这个楼层分割成什么 180间的这个双层工艺 以本身来讲这个墨西哥的蜂巢大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一个建筑物 讲到这儿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维泰啊 为什么那个指标性的地标 会没有中国大陆啊 莫非它是因为路透调查的吗 为什么中国大陆其实很多的建案也是很有名的啊 我刚刚也在想这个问题 因为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有看过 非常非常多金碧辉煌的中国大陆的一个建筑 不管是例如说这个四川重庆 或者是在这个所谓的一个这个福州 都看到非常多 但是我好像在前一个月有看到这个中国大陆啊 对于一些设计特别这种所谓的一个奇形怪状的建筑物啊 他发布禁令 例如说他我们有看过不是有建筑物好像穿裤子一样 对对对 记得吗 所以其实我觉得其实他们都很有创意是没错啦 不过后来可能因为就是可能一方面要打色或干嘛 就对一些新的建筑物他就没有这么多的一个 这种花那么多的精力啦 但是我还是认同说其实我们这个中国华人设计师 他设计功力应该是非常不错的 刚刚所看那个九大的世界地标 大部分都挺像那个设计感很够了 然后欧美国家居多的 跟大家做点分享了 实在是太棒很精彩了 当然这个漂亮的建筑物也需要创造更多的价值出来 台北股市何尝不是呢 价值在哪里 明天看盘重点呢 好的我想在这个阶段当中 现在大盘最大问题应该是在成交量上 所以我觉得各位一定要注意就是说 这个盘要所谓突破攻击 它一定要912以上的量 那它是大涨的行情 你只要看到816以下的量 这都是整理的格局 那比较关心要注意的是外资的态度跟动向 同时呢那接下来呢 政府的一个方向 还有所谓在这个阶段当中 因为现在是属于一个法人盘 法人盘就价长 肢检 卷针 法人满 那这个法人盘如果持续存在 它一定会一直嘎空手 嘎空头 会轻轻涨 那配合的季线下弯的走平 选后大家应该要抱持一个 中性偏多的态度 那最后一定要补量 才能突破整理格局 如果不补量 其实迟早也会出问题 这边虎要抓谁 我想这个地方还是要抓三档股票 一档是大立光 一档是台积电 另外一档是鸿海 观看这三档就像我上次讲 它能同时转强的时候 就代表大盘准备冲关 有虎王有人气 三档麻烦您就盯着看了 好 国际盘的最新动向 欧美股锁定待会儿的夜线新闻 拜拜